身份可以幫我們保密一下嗎 沒有問題 這樣子你們就可以暢所欲言 好啊 等一下 我的暢所欲言聽起來發音不太對 不要鬧每個禮拜都會辦活動 想要跟我們一起玩的到臉書看參加辦法 我覺得台灣的便當一樣沒有很均衡 而且台灣便當真的吃不飽耶 怎麼會那麼少 但是那個米飯就一點點 就三個配菜像你剛剛講的 就只有肉很大 熱量很高 沒有很多蔬菜 這樣的絕對不健康 有很多外國人專門來台灣學中文 可是我們有一個俄羅斯朋友 他跟我們講說 他覺得台灣人講中文一點都不標準 因為他們吃吃吃和吃吃根本就不分 然後我會覺得說 就台北的一些建築啊 就是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 就是街道啊然後整個建築的那種樣式啊什麼的 小姐去過地吧 沒有 沒有 這邊的飯店都好小啊 就如果在店裡面吃的話 你包包也沒有地方放 稍微伸個懶腰就會碰到旁邊的人 然後隔壁桌講什麼隱私你都聽得到 那不然你想要多大 真的懶腰嘛 跳個二郎腿嘛 然後把車開進去 你對法輪功怎麼看 遇煉神功必先自攻 我在這邊遇到的99.9%的台灣人都超級好 我真的好喜歡台灣人 就除了一個早餐店的老闆 他真的好兇啊 就我後邊也沒有人在排隊 但他就 我還沒有看好菜單 他就問我 你要什麼 我說我要這個 然後我還要另外一個 但我還沒有想好 他就會催我 我等一下想好之後 我說那我還是要豆漿好了 他就會說我 想那麼久還不是要豆漿 就是我會覺得台灣人會比較守規矩 等捷運的話 就無論那個等待的那個waiting line怎麼畫 然後大家就怎麼樣站隊 對在台灣的話 也會看到很多行動不便的人 搭公交或者捷運什麼的都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邊的基礎設施 都會對這些人比較友善 我猜在台灣應該只有機場需要安檢吧 就其他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安檢 在大陸的話 同學對老師都是絕對的尊重 然後很敬畏老師 是那種晚輩對長輩的那種絕對敬畏 但是在台灣的話 我覺得老師和同學之間 是很平等的關係 像朋友一樣 然後在課堂上也是很輕鬆 很隨意的那樣的狀態 所以學生上課可以吃東西 我在台大修一門課 那個老師就 我超喜歡他 因為有一次他給我發郵件 然後就用的稱呼是您好 在大陸的話 絕對不會出現這樣 因為您都是學生對老師 然後晚輩對長輩 那個老師他已經五十幾歲了 然後也很受人尊敬 他就跟我講說您好 是power queen嗎 power queen 我覺得台灣人開車素質真的很高 你一定沒有聽過馬路三寶對不對 拿三寶 所以你們對這個影片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不要鬧每個禮拜都會請外國朋友 來跟大家做文化交流的分享活動 不會英文的你也可以來參加 所有參加辦法都在不要鬧的粉絲團上面 你沒事的 留言 可以請等一下